大家好,很高兴能够用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参加今天2017年数位政府高峰会这个盛会 如果各位对我讲的内容或者是做的方式有任何想法的话,都随时欢迎跟我联络 我们在院里面呢,已经推出了数位国家创新经济BG Plus这个八年期的这个方案 在这个方案里面呢,我们DIGI四个字是有一些不同的设计的 那我接下来就会以DIGI Plus的推动小组的副总召集人之一的身份 跟大家介绍一下DIGI Plus里面跟数位政府比较相关的一些层面 简单来说,我们DIGI的D要发展的是兼顾的一个基盘 它就包含是说让台湾在全球的这个数位创新浪潮里面掌握出一些新的契机 但是这些契机呢,必须要是与路均沾的让所有人一同分享 好比像说偏乡,好比像说弱势 各种各样子的朋友们都应该要有接取到 不但是无线网络或者是雇网 甚至还有在上面的一些免费的或者是开放的一些软体啊 工具啊等等的这些教育上面以及禁用上面的平权 接下来呢,我们政府自己在治理上面呢 也必须要做数位的转换 在以前的纸本的作业流程,或者是即使电子化了 但是还是分在各个不同的部会的这样子一个相当会分工 但是却没有办法在这个数位治理上面合作的这样子一种方式 我们会试着引入所谓的协作collaboration的各种系统 来让各部会在沟通的时候更容易做横向的连结 然后也更容易的去做出一体的决策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数位经济上面的创新 这些新的商机,这些新的数位经济的发明 可以带来许许多多的方便 那在政府的角度来看 我们不会去指导业界说你一定要用什么特定的方式进行创新 相反的,我们会透过好比像说接下来希望即将通过的金融创新实验条例 以及其他的创新实验的一些法规 我们会希望私部门的朋友们来告诉我们说 他们想要做怎么样子数位经济上的创新 如果这里面在法规调试上面解释上有些疑议 那我们接下来在国发会的这个新的所谓的评议的这样一个平台里面 就会去做法规试用上的调试 好比像说平台经济啊 好比像说各种各样子从远距提供心理师啊 可能未来医师啊 各种各样的服务 我们都希望在跨部会的认定上 能够有一致的一些判准 所以这个的目的就是要让民间的朋友们来告诉我们 他们想要做什么样的创新 然后让地方政府如果愿意的话 有些实验的场域 再由中央政府去做法规的解释 是这样子一种对等式的治理 而不是从上而下要求私部们一定只能发展 怎么样的创新方式 当然呢 在公民社会在最后一理上面 他们对于inclusion的这些朋友 不管是好比像说弱势的一些照顾 或者是说一些社会企业的一些社会创新 或者甚至是人权的保障 环境的保护等等 在台湾都有丰沛的公民力量 来告诉我们说 这个社会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跟新的技术做对话 那我想政府在这里面的角色 就是去让创新的朋友们 跟做公民社会涵容的朋友们 能够就事论事的 就每一个新的技术进行讨论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会一步一步的让新的技术 好比像说五人车啊 五人机啊 用这个整个社群绝对可以接受的方式 来融入这个社会 那这个就是DG Plus最重要的 跟之前的这个 由上而下的政策设计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目前DG Plus在院里面的推动架构 是由我们的行政院院长 烂院长担任总召集人 那以及呢 我们可以在下面看到 一共分成五个不同的分组 包含基础建设 科技及人才 数位经济 以及我和国发会陈主委 共同召集的数位国家 然后以及协调推动 等等的这些分组 那这些分组呢 不但是在上面 我们的委员有民间团体的代表 我们要讨论的一些议题 也会让民间的 大概五十几位 民间的咨询委员 来一起告诉我们说 目前这个社会的发展 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要关注哪些新的趋势等等 都会让这些民间咨询委员 来告诉我们 我们刚开过第一次的大会 那这场大会呢 它的简报方案 以及一些相关的记录等等 都可以在我们DigiPlus的官网 digi.ey.gov.tw上面可以看得到 那未来呢 我们在线上也会有个 talk.digi的这样一个讨论区 这个讨论区会先从我们 数位国家分组开始 那未来也不排除 扩大到各个分组 我们会扩大参与 邀请不但是民间咨询委员会 也包含SRB会议的一些贵宾 然后以及DigiPlus小组 其他的成员等等 上来这个对话平台 协助跟讨论 来凝聚我们未来 发展所有包含数位政府 开放资料 法治环境 自通安全 等等这些题目的共识 那当然呢 你也不一定要被局限在 这样子一个分组的讨论里面 我们也会希望 民资委员跟SRB的成员 对于DigiPlus的计划内容 若有觉得 额外需要讨论的事项 也可以在这边提出 我们可以在分组会议 以及接下来的大会里面 去实质的进行处理 那刚刚讲到数位平权 很多人第一时间 当然会联想到 偏乡和离岛 或者我刚才讲的 一些社会的弱势等等 但是呢 其实除了这些朋友 当然是我们在 退数位平权的时候 应该赔利的对象之外 这并不代表说 数位平权的问题 不会发生在 其他的多元族群身上 事实上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 整个社会里面 他们的使用习惯 可能跟公务人员不太一样 的这些多元族群 来告诉我们 公部门的服务 能够怎么样 更好的传递到 这些族群的身上 那这个就叫做 co-creation 就是共同去创发 共同去创造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需求的 这个盘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朋友希望 护益证能够有更多的 整合 有一站式的服务 大家希望健康的照护 能够也是一站式的服务 大家希望不要一直在用 硬件章啊 工箱登记 与其跑这么多机关 这么多网站 也许可以用一站式的方式 去完成 那当然公务人员朋友 也是我们的利益关系人 大家可能这个填纸本的 这个收据啊 发票啊 所有这些东西 其实呢 也是非常花大家的 时间的事情 那我们也可以 进一步的加以简化 那当然弱势的朋友 好比像说 一些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减少 第一线的 这样子的需要花的时间 但是我们如果 只聚焦在一站式服务上 那以前最容易 做一站式服务的方法 就是增加承办人员的负担啊 民众不用跑三四个地方 那就低线的承办 帮大家跑三四个地方就好了 这样子工作并没有减量 只是把工作从使用者身上 转嫁到公务员的身上 我想这并不是 对各位公务员同仁 最好的时间的利用方法 所以说呢 我们的重点是 在数位服务底下 建立一个资料治理的系统 凡是机器可以自动交换的 我们就不应该 让公务人员跑公文来交换 凡是我们在机器上面 能够建立自动借接的标准的 我们就不应该 让公务人员 左边打开一个Excel 右边打开一个IE 把左边的数字贴到 右边的数字上 也就是说 整个数位转型 它是发生在一个 在资料的交换的过程里面 能够进一步的减少肉供 也减少大家的风险的前提底下 如果我们要推移战事服务 但是是增加肉供 又增加大家的风险的话 那我想这个东西 是不可能长久的 所以说呢 从民间的角度来看 我们也希望把这整个过程 都用所谓政策履历的方式 公开让大家看到 为什么我们要推这些服务 这些服务要怎么推 以及在这中间产生出来的 开放的资料 一些统计方面的资料 或者一些无设个人隐私的资料 我们怎么样让民间的朋友 能够在家里运用 做出更好的 更贴心的一些服务 当然所有这些都建立在 完备的自通安全 跟数位发展法治环境等等的基础上 这些加在一起 就是我们这个分组 会致力去推荐的事情 大家可能听过电子化政府 这五个字 电子化政府在台湾 其实是做得相当好的 电子化政府按照Gartner 在2015年的模型 他所专注的是让政府的 所有的服务 有一个地方可以连得到 让服务它在运行的时候 它可以是非常有效率的 而且它的KPI 它所看的指标 就是有多少政府 本来只在线下 零贵或者纸本 才能够提供的服务 是改成用线上的表单 或者网站来进行 但是电子化政府推一推 我们在接下来 就到了所谓的 开放政府的这个阶段 开放政府强调的是透明 开放政府强调的是 政府应该是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面 我们会尽可能的把 无视个人隐私的资料 尽可能公开 而且呢 我们也会跟私部门 以及公民社会 一起来讨论说 他们想要看到哪些资料 他们想要看到哪些服务 等等 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走的第三步 是所谓的资料为本的 Data Centric的这样子一种治理 这种治理他看的 不只是有哪些资料开放了 有哪些服务放到线上了 他要问的是 他到底有没有创造出 Constitual Value 就是说实际使用这些的人 到底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创造出新的价值 不管是节省他们的时间 不管是创造新的服务 还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参加这个Ecosystem 这个生态系 在这一个阶段 我们看的就不是 这些量化的指标 而是到底有多少服务 事实上是把我们的资料流程 化部门的这种系统整合 实际导入服务里面 还是其实我们这边 其实都是一些人力的 零贵的服务 而开放资料呢 是完全另外一轨的事情 那样子的话 我们就不算是走到了 第三步的Data Centric 资料为本的治理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从 指示开放 走到以资料为主的资料治理呢 我想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不能闭门造居 我们必须集合民间的专家 政府的高阶主管 大家一起来跨部门去看说 我们怎么样解决一些使用者的需求 这个就是所谓需求探索的工作 接下来呢 我们也需要一些设计师 尤其是所谓服务设计的 这一门新的专业 去跟使用者一起协作 去看到使用者觉得 怎么样子的服务方式 才是他们所需要 他们才想要的 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想象使用者需要怎么样的东西 当然当使用者掌握自己的个人资料之后 使用者自己也许会希望用不同的方式去运用这些个人资料 政府在这边的目的 就是说不要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是大家的个人资料 政府会去做不当的目的外的 除了统计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利用 相反的我们希望让大家都能够掌握到 自己的资料在政府的系统里面到底是放在哪里 到底有哪些 以及我如果想要做额外御用的话 我要怎么自愿地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被使用这些事情 这些是在我们发展跨于一站式整合服务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些服务涉及的一些精神 那目前呢 我们在行政院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叫做PIDIS 就是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我这边展示的是我们新的网站 目前是一个还在建制中 它在jk.pidis.tw 那我们正式的官网呢 大家可能知道是英文的 但是我们很快就会把中文的部分呢 也放到我们的官网里面 PIDIS简单来讲 就跟我入阁的时候说 我是公仆的公仆 是一样的道理 PIDIS也希望是协助各个部会 政府的部会来提升数位服务的品质 而且呢 帮大家吸收一些创新的风险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些新的小规模的创新想要导入 但是呢你觉得失败了呢 可能会有风险 那你只要来找PIDIS PIDIS就帮你吸收这个风险 你说如果做错了 是我的错 但是呢 因为我们在做的过程里面 是完全透明公开的 所以说大家在做创新的时候的credit 是大家所共享的 我们希望用这样子一种新的文化 来去让在工作流程上 在方针规则上 在使用的工具上面 大家想要引入一些创新的时候 是有系统的 按部就班的 而且就跟他讲的沙盒一样 如果失败了 只要把那个失败的原因写下来 让大家参考就可以了 的这样子一种做法 我们具体来讲 举例来讲 像我们在各部会都有所谓的 开放政府联络人 开放政府联络人 PO Participation Officer 就像国会联络人或新闻联络人一样 就是要注意 这个不特定的公众 里面有哪些人 突然注意到政府服务里面 有哪些可以改善的地方 举例来讲呢 在5月的时候 5月19号吧 在这个PO的会议上 财政部的PO 就提出来这样一个案子 就是说5月呢 是报税的季节 就有一位朋友呢 他自己是一个Mac的用户 然后呢他去报税 不但第一天就连不上嘛 而且从第二天之后 他就发现在Mac上面 报税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呢 Oracle公司已经不建议大家使用Java了 但是呢Java Applet 不是说后端的Java 是前端的Java 后端Java还活得好好的 是说在浏览器里面 那个Java Applet 目前已经不受支援了 所以说呢 这位朋友在试着想要用这个Java Applet 来报税的时候 就发现它非常的困难 花了半小时 仍然是不得其门而入 那当然呢 在当时媒体上有些报道 好比像说 据说有位朋友打电话去林贵 就有人跟他说 要找一台Windows 找朋友接Windows等等 这些都让大家在使用公共门服务的时候 不管设计的再好 再有效率 但那个感受 事实上是不好的 报税我想感受不太就不会好了 但是我们至少能够做的事情 是让这个过程 尽可能的简易 尽可能的平顺 所以说当这位朋友在Join平台上面提出联署的时候 我们开放政府联络人第一时间就去回应他 就说好 我们会去找PDES 我们会提出协作 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找到 到底为什么让大家感受不好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服务设计的一个工具之一 它叫做服务设计蓝图跟使用者旅程 就是所谓的User Journey 这个使用者旅程 我们是用便利贴的方式 让大家一路在报税的过程里面 实际看到在里面 使用者到底会碰到哪些东西 哪些部分卡住了 哪些部分遇到的问题 哪些部分怎么解决 使用者的情绪在这个中间是怎么样 好比像说他看到这个凭证不安全 他就感到一个不信任感的这个情绪 那以及我们从服务的这个提供端 到底应该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等等 我们去做了一个初步的盘点 而这边要强调说 这个盘点不是只是让使用者来做 也不是只是工部门做 也不是只是关家学者做 而是我们把所有这些人集合在一起 大家共聚一堂 用一个协作会议的方式 一起完成这个盘点 那接下来呢 我们盘点出这些问题之后 我们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 同样的 我们也是在厂商 在这个例子里面是官贸 然后以及财政部的资讯中心 以及承办的一些业务同仁 还有我们PITES的这个设计师 这位石树漾 然后还有我们芳瑞 我们的专案的顾问 然后以及当初的这个提案人 卓志远等等 这些朋友们都一起参加了数次的工作方 用服务设计的方式 一起去找出说 公部门的这个最基本的报税的这个服务 从服务设计的角度 到底要怎么让Mac或者是iPad 或者是Android 这种不是用Windows的使用者 能够感觉的更好 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在明年就会有一个新的报税体验 来让大家使用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 好像是一个厂商一样 帮大家去做完规划就算了 我们的目的是陪伴的大家去做赔利 在这个赔利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把这些案例 一个一个写成我们的专案报告 在这个中间我们如果发现 有一些敏捷式的采购的范本 可以产生出来 我们也会跟国发会合作 产生这样的范本 如果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我们觉得资讯采购服务需要一些修正 我们也会在众议平台跟大家讨论之后 跟工程会的朋友们合作 一起做出一些修正 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累积出了一些工作方的经验 等等 我们所有的这些工具 都会用开放授权 在这个网站上面 让大家去使用 各位如果需要支援啊 教育训练啊等等的话 我们也会确保说 每个部会的种子讲师们 都可以慢慢地这样被带起来 然后呢 带着大家一起去用 这种新的服务导向的方式 来做工部门的规划 我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讲 很多青年的朋友们 使用的同样的 也不是Windows 也不是IE 那虽然呢 工部门的网站 在最近已经越来越没有ActiveX 或者是Flash也慢慢越来越少了 但是呢 在国发会去年的盘点里面 还是有出现一些网站 在IE打开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用iPad打开 就变成乱码了 这些网站呢 目前占大概 接近十分之一左右 不管是二级机关 三级机关 地方政府 都有一些这样子的网站 那在之前呢 我们需要等到厂商下一次 这个续约 或者是你要特别签一个 这个新的合约 让他修正啊等等 的这些方式 其实呢 不一定那么容易 那我们这次有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让青发鼠 本来就有一个青年学生 大学生来工部门实习 这样子一个方案 在以前他实习 我们给他一个桌子 一个椅子 一个座位 然后大家必须要有一个mentor等等 那所以呢 每个机关会使用的实习生 可能只有个位数 但是呢 我们因为在2015年 这个劳动部 在V台湾的这个法规调试平台下 有确立一个远距劳动的一个原则 那样子也算是一种工作 所以说呢 我们在今年就试用了这样一种方法 也就是说任何朋友 他只要愿意参加PITIS的这个专案 他就可以在他自己家里 他可能来台北 来行政院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讨论 或者是每两个礼拜一次的 meetup见面会 在这个中间 他实际去看各个机关的网站 他实际去看说Chrome打开 Safari打开 不同的浏览器打开 会不会出现不同的一些情况 那如果有的话 要怎么样协作 怎么样跟大家分享 以及里面有资讯专业的 也许他看一下 发现说 你这个改两行就好了 就解决了 也就是说 我们会希望用群众外包的方式 去让更多的青年学生 知道政府有哪些网络上的服务 也用这种新鲜的一些眼光 来看说这些服务 至少在最基本的就是平权 禁用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未来呢 我们也会把这个过程累积成一个范本 如果大家对这样子的做法有兴趣 不管是可能不同语言的网站 无障碍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部分 大家想要去engage 这样子一些青年人的力量的话 都欢迎利用类似的方式 我们在明年也有可能去扩大 办理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那除了群众外貌之外 大家可能也很感兴趣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资料治理的这个部分 那今天有非常多资料治理的专家在这边 所以呢我可能不会讲很多细节 但是我想讲一个概念 在之前政府一直在推开放资料的时候 一直有一些概念上的混淆 好像是说政府手上有大家所存放的一些个人的资料 这些个人资料somehow会跟开放资料混在一起 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一个文式图 这三个圆圈是叠在一起的 那但是呢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很明确的重申 就是说我们处理开放资料的时候 它就是一些环境资料 一些无设个人隐私的 或者是一些统计资料 你从里面根本不可能识别到个人的 这些才是所谓的开放资料的标的 如果是个人资料 大家只是存放在政府这边 政府最多能够做的 就是按照当时搜集的目的 去做一些可能客制化的应用啊 服务啊这些东西 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在本来的 搜集的那个目的底下 也是在那个部会里面去进行利用 至于部会之间 如果要交换一些统计的方法 而不侵犯到各位的个人隐私的话 在以前是没有简单的方法的 但是现在呢 国发会也会建立一个 在部会之间做这种资料交换的 一个评议的一个平台 来确保说这些演算法 真的是统计演算法 而不会让大家的个人资料受到侵害 而所有这些虽然是能够用来做 优化决策效能 它并不会去跟所谓的开放资料混在一起 那这两个概念 我想我们现在是可以把它区分开来 那很多民间的朋友告诉我们说 虽然政府的开放资料量是很多的 但是值呢 事实上呢不一定非常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引入了所谓的自动化资料品质检测 那各位朋友可能最近都有收到一些 要求大家CSV上面的栏位 不要乱掉啊 不要跑板啊 等等的这些自动化的一些检测的结果 那我想在我们年底的复测之后 我们就会在Data GOV平台上面去揭露说 哪些资料是所谓的同标章 就是说它连得到 但是呢不是结构化的也没有诠释资料 哪些是银标章 也就是它是正确的结构化资料 以及哪些是金标章 也就是它有透过 好比像说OpenAPI Specification 或者是有透过Odata GraphQL 或者是Data Package 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给出所谓的诠释资料 就是每一个栏位 它是什么型别 它是什么意义等等 让机器也能够看得懂的一些说明书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金标章 另外呢 为了让大家不是手工 从左边贴到右边的这样的方式 去建立开放资料 我们也会希望各个部会在采购的时候 就可以应用新的已经实行的资讯服务的采购契约范本 在里面呢 有定说厂商呢 必须要不能收太多钱的 或甚至不能收钱的情况下 就要除了人类可读的版本之外 这个系统跟别的系统需要交换的部分 开这个标案的机关 可以要求厂商 透过我们目前已经翻译成中文的OAS OpenAPI Specification 这样子一个规范 来让大家所建置出来的系统 甚至在内部交换 它还不是对外交换 还不是开放资料的时候 就已经留有 就是所谓结构化的这样子一个交换的接口 那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接口的话 这一整包 你都得让同一个系统整合商来乘坐 但是如果你的网站的后端 跟你的前端 中间是透过这样一种接口来接的话 你的前端现在要变成 好比像说手机版 好比像说AR VR版 好比像说对话机器人版 这些所有不同小块小块 都可以用好像插座一样 Plugin的这样一个方式 去分别给不同的朋友们 去做创新 一部分这让标案的每一个scope 它减少了 让风险也减小了 当它风险跟它的范围都减小的时候 一些比较敏捷的方式 才有可能导入进来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OAS 并不是由上而下说 大家所有的系统都必须要做这件事 而是任何您觉得说 我们机关要做这件事的时候 它有跟别的机关交换的需要 或者是这套系统里面 也有可能模组化 切成两三个部分的需要 这些时候 大家就可以运用OAS的 这个颁布的范本 那接下来呢 就是在大家如果需要跑一些 真的需要非常多GPU或者CPU 才能够做出来的一些分析 或者是说想跟学界朋友的 能协作去针对巨量的资料 好比像说我们在 公共民生物联网这一案里面 我们就把防救灾的资料 把地震速报的资料 把空气品质的资料 把水资源的资料 把所有这些资料 接下来就会慢慢整合在一起 可以去做好比像说 污染的趋势分析啊等等的这些题目 那各位如果就是觉得 自己的就是机关电脑 可能跑不动学着 写出来的这些演算法的话 那我们在接下来也会 跟国网中心等机构合作 去建立高速运算 巨量资料的这个分析平台 应该在大概两年左右 我们就可以上线了 那上线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更方便的 去用这样子一种资料池 运算池的这种概念 去进行更进一步 对决策有帮助的资料分析 而不是只是完全 可能就是少量的资料 而是巨量的资料 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分析 那以上呢就是 目前我们在 社会国家创新经济里面 社会国家分组 目前在想的一些事情 所有这些事情都不是一锤定音 也不是就是我说了算的 而是说我们大家一起去想 我们的政府面对新的情况 面对新的人民 面对新的私部门的技术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转型 我们怎么样子去用一个 比较智慧的方式 去让大家能够体会到说 政府不再是像以前 好像是挡住创新的人 或者是在公民社会的 这个抗议之下 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讲法 而没有办法进行一致的 这个判决或者是调解等等 我们会希望政府它是一体的 而政府这个一体的是建立在 大家在跨部会里面就已经可以 就事论事的来讨论数位治理的议题上面 所以我也很期待各位带着 大家对于这个数位政府 实际碰到的困难 实际的一些想象 以及一些大家觉得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 那作为公仆都公仆 我都非常非常愿意来协助大家 一起来走这一段这个数位转换的道路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那我们也非常希望 这一次的这个数位政府的高峰会议 它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我们会有更多的讨论的场域 让大家能够去聚焦 对数位政府到底应该 往什么方向去走 各个部门应该怎么样去创新 资料在跨这些部门的中间 要怎么样来交换 怎么来运用这些很重要的这些主题 能够凝聚进一步的共识 好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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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